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远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所在的这个村庄里面的路边 都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车辆 这些车辆都是外地车 我所在的地方是山东 看一下这个车牌是安徽的 这个车牌又是湖南的 这个车牌大家可以看一下猜猜是哪里的 湖北的 所以由此可以看出 这个村庄里面的 虽然是说在春节期间 因为现在还是在走亲戚的阶段 但是这些车辆应该都不是走亲戚的 都是外地来的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村庄 这个村庄就是大一哥的朱自文的 这个猪楼村 所以说它这个村庄 是因为在网上看到 大年初一的时候 有几万人在这边游玩 那么就是人山人海 看看是真是假 咱们现实情况 看看怎么样 现在我们先去它的门口看一看 然后再去它这个 就是那种类似于鸡毛市场一样的 那个地方就看一看 这是在大一哥的猪楼村 然后这个就是它家门口 看看这个人 真的是你不得不信 你看现在人多少 对吧 前面呢 那就是那个广场了 我们去那个广场上再去看一看 离得很远就已经听到了这个 就是音乐的声音了 感觉到还是挺热闹的 这商店门口啊 也是围满了这个小孩子啊 在买东西 这是他们村里面的商店 前面这些商家应该 有一些是本地的 有一些是外地来这边做生意的 我想是这样 看看 是吧 朋友们 但是就是它门口那个地方 人还是比较集中的 但是到了这边以后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也是挺满的车辆 因为现在啊 距离过年啊 也是很长时间了 虽然是说不到正月十六 不到正月十六的话 年味还有 但是相比较于大年出一桌的话 那肯定是相差区别很大的 是吧 这边是套圈的 然后这边呢 就是卖商家的 今天的风很大 马上就变天了 这边还是小朋友在玩的 感觉到人气是有 但是没有传说当中的 一天之外的 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相比较于 其他的村里面来说 那肯定啊 也是 就是人气啊 还是旺多了 是吧 朋友们 套圈的 据说啊 这个大一哥 在过年再几天呢 反正是有的时候 他在家里面 就会在这个馆场上 走一走 看一看 这就是眼前的一个状况 我们再看看 那边还有一个是 生态员 生态员那边也没有 没有什么人 在广场上可能放眼望上去 我从那边走过来这边 没有几万人吧 应该 几百人 我觉得是有吧 两三百 我感觉是这样 大家觉得 看到眼神的镜头 情况来看的话 是不是差不多呢 这边还有饭店 以前我上次来的时候 还在这边吃过一餐饭 然后这边是停车场 对不对 往那边呢 去了就没有什么人了 我想呢 就是还外地人有 也有本地周围的 在这边没事的 带着孩子在这边 逛街的是吧 这种情况都有 那这边的环境 还是相当不错的 大家觉得眼前的 这种状况怎么样了 可以在视频下方 留下你们的观点吧 那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